现在这个画面大的关系已经出来了 花头先是经过了白色的统一的照染 然后又进行了分染 然后叶子是进行了分染和照染 那枝干是分染了一遍 那么现在这个大关系已经有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应该怎么去继续的深入呢 咱们先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出发 去考虑这个画面 一般一个画面它主要是有两个角度 一个是素描的角度 另一个是色彩的角度 那咱们先从素描的角度来看 就是素描讲究是黑白灰 那么这个画面最重的是在哪 应该说是枝干 然后其次是叶子最重 对这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关系 那白的主要是这个花头 这是一个白色 那灰呢就是一个背景 还有这个它的花镜 这是灰色的 那么这个黑白灰 那这个关系咱们先确立下来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把主观的 把这种黑白灰的关系呢 给它加强 那么就是叶子要稍微再加重一些 然后背景呢也要再加重 那么花呢要用白再给它提亮 这样呢这个关系加强之后呢 画面的效果也就更加的有冲击力 那么咱们再从色彩这个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 这个整个方面的色彩基调呢 是一个绿色的基调 那个黄绿色为主 那么咱们一会呢 就是要把这个颜色 颜色的倾向性变得更强 就是说 这个叶子的绿色 是一个偏冷的颜色 有叶子正面 那么背景呢是一个暖的 暖绿色的一个背景 让这个关系啊 色彩关系更加的强烈一些 对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 就从这两个角度去出发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